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今天 梦了好久 终于把梦视线 抱头吃有私生子后 手露面 梁朝伟危机 靠刘德华就驾 朋友 来吧 我帮你 你帮我吧 嗯? 怎么帮? 是 梁朝伟刘德华时隔20年 以目赛合体 将推出故事描述 100元编100亿的芯片金手指 给个机会我 怎么给机会你 诶 金手指和两人上次搭档的 吴坚道是同一个导演哦 他们成可谓是从小变认是 大变情更浓啊 两位大帅哥保养的也太好 都看不出来61岁了呢 中国网友戏称 有社交恐惧症的梁朝伟 在MBTI人格测试中是哀人 外向的刘德华则是一人 电影发布记者会上 主持人也cue了这题 小朋友讲 今天那个姐姐 你知道什么是哀人吗 我当然都知道 事实活者就诈 五五梁太太刘嘉玲女士在台下 也将本集新闻带到下一个环节 注意看 梁朝伟走到刘嘉玲旁边 刘嘉玲似乎没看见一样 而刘嘉玲起身跟大家打招呼时 梁朝伟只是冷冷地看一下她 活动结束后 梁朝伟起身就走 丝毫不管刘嘉玲 这是梁朝伟被曝与承销传绯闻后 夫妻俩首次公开亮相的画面 两人的举动 看懂吗 哄啊 就是老夫老妻走了吗 诶说就在电影发布会之前 梁朝伟被曝劈腿25岁女新陈霄 港媒动网汇声会议说有私生子 她还帮小三在日本买房 陈霄的经济公司 披着八卦假的离谱 如果我说我是 最佳男主角的研究专家 根据我这么多年的 哎呀 梁刘夕批很配啊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 原理人間成效 留許條駛子這首逍遙 三立娛樂新聞蠻登對的報導